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些话 有人相信吗 你说这是神话 这不可能的 实在是这不是佛不灵 也不是法不灵 现在没有这种效果 应该要知道都是 我们自己虽学佛了 心不振 那不振就是邪迷 不肯放下了 自私自利 明文里扬 外面这个五欲六成的诱惑 时时刻刻动心 被外面环境所转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 念佛 我们的环境 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的原因之所在 底下说 有 念佛人 有四色里光明 读生 魔物不能犯 一心 专念 大臣经理教给我们 发菩提心 一心专念 菩提心 是真正觉悟的心 四色里光明 四色里是佛法里面讲的 一有讯 这光明是什么 这光明是自性光明 也就是 前面讲的善 这个善 善心 善愿 善心 佛经上讲光明 现在人叫磁场 他居住这个地方 四色里 那个磁场就不一样 一个真正修行人 住在这个地方 或是一个小道场 没有小道场 他居住的环境 那我们相信 那一家都学佛 这一家 通常人数总在三百人 左右 家里面老人学佛 就带动大家一起学佛 所以 他这一个庄园 这个一个村落 这个小镇 肯定 都被干化了 我们能相信 其实是真的 我们能信得过 我不能犯了 那么现在 我们说这些话 有人相信吗 你说这是神话 这不可能的 实在是 这不是佛不灵 也不是法不灵 现在没有这种效果 应该要知道 都是 我们自己 虽然学佛了 心不振 那不振 那不振 就是 邪迷 不肯放下了 自私自利 明文理 外面 外面这个五欲六层的 诱惑 时时刻刻 动心 被外面环境 所转了 这就是 今天我们 念佛 我们的环境 跟经上讲的 不一样的 原因之所在 后面 这个 这个 黄念祖老居士 在这一小端 做一个结论 由上可见的 念佛之人 由弥陀 所牵制 二十五位菩萨 于一切 十处 拥护 加持 悠悠 大十志菩萨 为得 摄受 复为一切 祝福 之所 忽念 这个佛报多大 第一等大佛报 主要知道 这真干才行 固承 云里 磨难 安稳 修持 帐踏 让他列骨 化险为一 成为一心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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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